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达内带领黄马获得欧冠三连冠 然而欧冠却赛后不久 奇达内就因为在引人 球员失留等问题 上和黄马高层有矛盾 最终他选择离开 这一消息让整个世界足坛都为之震动 今年夏天 奇达内和一些好门球队传出飞门 不过他并没有急于付出 对报透露奇达内原本想要指教法国队 法国队现任主帅 奇达内前国家队队友得上在世界杯前饱受质疑 然而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得上带领法国队一路沙丁决赛 并且最终拿到了冠军奖杯 奇达内短期内不可能顶踢得上的位置 于是 奇达内改变计划 将会继续选择指教俱乐部队 他下赛地的首选是前往英朝 最感兴趣的球队则是传统豪门曼联 尽管在福格森林战后 曼联战技不佳 在曼联和黄迈一样 都是在全球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俱乐部 这对奇达内很有吸引力 目前曼联主帅是莫里尼奥 上赛季他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大军 也在之前的一个赛季获得了欧联为冠军 然而 由于曼联技战术打把比较倒手 莫里尼奥也遭遇了很多批评 英国媒体曾经透露 如果莫里尼奥因为战技不佳提前下课 曼联的首选家 是奇达内 本赛季赢超联赛中 瓜迪奥拉 波切迪诺 艾梅利等都有过再去假执教经验 哥德菲安德免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